嗨 哈嘍大家好我是Charles 哈嘍大家好我是莫娜 哈嘍大家好我是YBB 哈嘍大家好我是Charles 我是Charles 請問一下你們兩對情侶啊 都有一個共同點嗎 共同點就是我的女朋友是中國人 他的男朋友是中國人 請問一下Charles你在一起多久 我們差不多是一年初 在一起一年初 我們差不多幾個月這樣子咯 這些給你們一個遊戲 想要讓觀眾了解一下 你們對彼此的那個伴侶的國家 有多了解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嗎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OK這樣我們就從 Charles的開始吧 現在被問問題的每個人都要出去外面 單對單哦跟我一起 其他人不能夠聽到問題哦 要不然就不好玩了 有點怕怕啊 加油哦來我們開始吧 來咻 請講出三個中國男演員的名字 呃 鄧超 鄧超 呃 呃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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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鶴 胡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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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講出三位馬來西亞女歌手的名字 呃 呃 我想一下啊 蔡恩宇 呃 呃 黃編智 呃 呃 好尷尬 我有點簡單不好意思啊 我想一下女歌手的話 其實我不愛怎麼聽歌的 所以 蔡依林是明星的 是蠻像的 蔡依林 R-I-B-B-O-N 那個怎麼唸 R-I-B-B-O-N R-I-B-B-O-N 中國國籍呢總共有幾種顏色 兩種 三種顏色 哪兩種呢 紅色白色黃色 呃 紅色跟黃色吧 馬來西亞國籍呢總共有幾種顏色 三種 三種 四種顏色 哪三種 白色 藍色 黃色 哪四種呢 藍色 黑色 藍色 黃色 綠色 沒有 我真的沒有突然問我 真的有點 紅色 像馬來西亞國籍呢 跟中國國籍加起來總共幾顆星星啊 嗯 嗯 總共 五顆 嗯 嗯 兩顆 兩顆 馬來西亞國籍跟中國國籍加起來總共有幾顆星星 哈哈哈哈 你在刁難我 中國國籍有五顆星星 馬來西亞國籍有星星嗎 馬來西亞 嗯 七顆 六顆 因為我記得馬來西亞的好像只有一顆啦 因為他這顆月亮 好像是一顆星星 中國現任總理的名字可以講一下嗎 誰是總理喔 嗯 毛主席 毛主席 不知道 馬來西亞現任首相的名字是什麼 馬吉下台 然後 新上任那個是 不知道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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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不知道 忘了 可以講出三個中國地名嗎 呃 河北 呃 成都 北京 呃 海南 北京 廣州 講出馬來西亞三個地名 這個簡單 這個簡單 這個簡單啊 這個 呃 冰城 沙巴 吉隆坡 呃 呃 等等等等 哈哈哈哈 嗯 講出一個中國著名的建築物的名字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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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山 勒山大佛 呃 亞特蘭迪斯 水上樂園 講出馬來西亞一個著名的建築物名稱 雙子塔 雙子塔 好簡單哦 講出五個中國的 brand 呃 HLA 泰蘭之家 還有 愛奇藝 華為 小米 美圖 騰訊 微信 天貓 嗯 還是有買東西的 海底拉 淘寶 請說出五個馬來西亞 品牌的名字 哇 有點難 哎呀 Papa Rich 買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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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車 那不是名牌嗎 買幣不是個牌子嗎 那是型號 我不懂馬來西亞的國產車叫什麼 但是我知道它是什麼車表 一個 這樣子 但它那個車叫什麼我不知道 中文名字 我都懂的其實 我懂那種品牌子的樣子 但是我不懂牌叫什麼 所以我房子很牢牢 不是那個寥寥啊 那個兵器 就是你知道嗎 馬來好像是馬來人做的那種啊 我蠻好說 很有趣的 我想不出了 講出五種中國的食物 麻辣湯 我知道 我知道 鴨蛇 蒙古燒烤 豬腦 鴨蛇 淋水刷粉 北京烤鴨 請講出馬來西亞五種食物的品質 巧克力 臭豆 咖…咖哩雞飯 福建麵也是的 榴槤 榴槤 肉草 麥根咖瑞 老鼠粉也是的 蘇豆 水…那種水果是嗎 貓山王啊 榴槤啊 你跟莫娜在一起 這樣九個 你示範一下三招 中國人講話的 那個用語 臭XXX 不要XXX 幹嘛每次讓我捨棄 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媳婦兒 媳婦兒 就是他們會嫁自己女朋友 叫媳婦兒 什麼來自新疆 我是什麼 瓜子娃娃 我要跟你繞殼 就是我跟你聊天 撞殼 你這屌虛 刮襪子 我要跟我的髮小 聊電話 髮小 你跟YBB在一起 這段時間了 你有沒有學到幾招 可以示範一下 三招馬來西亞說話的用語 說XXX 你要XXX 哎呦 我這個人真的很一大缺點 就是我自己髒話 記得很清楚 但是我今天那種正經的話 髒話也可以啊 但是我不會不是罵你們 我就是真的會懂啊 能聽懂他們在講什麼 XXXX 雞XXX 你XXXXX 口拍啊 但是我靠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很傻逼 就激髒話 他教我全是髒話 你看你都笑的不行 都不敢笑 都不敢笑 不知道後面過了 有時候都不敢笑 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中國 在幾歲才是 啪啪啪合法的年齡嗎 應該全世界都是18歲以上了 18歲以上 合法好像是18歲 因為他們成年是18歲 這樣你知不知道 在馬來西亞 合法啪啪啪的年齡是幾歲 21 成年 20歲吧 因為你們這邊進酒吧 不是也是20歲 想請問一下 寶貝你覺得奧翔 也沒有答對很多題 我覺得他應該 沒有能答對多少題 沒有完全沒有告訴過他 你覺得寶貝對中國的了解如何 肯定蠻不錯的吧 因為他去過蠻多次中國的 至少他會懂一點 覺得每個人 或許一些外國人 就是一些美國人 他們應該都懂中國的髒話 他們能聽懂那個意思 就至少你跟別的人在一起 別人罵你髒話 你至少不會不聽懂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髒話是可以學的 不是一個壞處 但是你不要罵人就好 所以你在學習馬來西亞語言的時候 都是先從髒話開始下手的 不是 是一管其下都要學 但是髒話會快一點 你懂那個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同聲感受的 你懂嗎 髒話很好學 寶貝你在學奧翔的 國家的語言的時候 你有沒有碰到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 他們的語言跟我們講的話語 其實沒有差太多 只是口音不同 可是你講我我就會了 因為都是中文 但是一些放言的罵人 他也是不懂的 放言就不懂 但是大眾的罵人 就可能他也有玩那種中國遊戲 碰到很多中國人 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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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遊戲 操你媽啊 你個傻逼啊這樣子 他會他肯定就是懂的 剛剛你回答得很不錯 你覺得 Charles剛才的表現如何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沒有內涵 也就是很小的人 就是答錯很多玩家 你覺得你自己答對的人 對我來說 Charles沒有內涵是很可怕的 你看 這就是沒有內涵 你叫我耶 你也叫我 我覺得 其實我以為我自己答對很多 可是結果原來是他們跟我講 其實有答錯很多 所以我現在很尷尬 你覺得你對莫娜的國家的事情 你了解的還算OK嗎 一般吧 其實因為其實我本身是很喜歡中國歷史的 可是我喜歡那些中國歷史是很 很久很久的 就講什麼明朝啊 什麼這些東西啊 就皇席那個時候 所以你講現在的話 我真的不懂 他說皇帝是誰 他說不出那個皇帝 他就是想了解那些故事 我只是喜歡那些故事 你喜歡我這邊了嗎 我不喜歡我喜歡瓜 我不喜歡你孩子 因為以前中國的女生都是 就是皇帝的老婆都是肥肥的 他們說 堂操碗 堂操碗 不好意思 卡掉不然我給人多了吧 一點也不博士 可是你們兩位 就是中國的朋友 你們都答錯了一樣東西 就是馬來西亞的首相是誰 馬 馬什麼馬 馬克爾 什麼馬克爾 馬克爾是誰 馬哈提 馬哈提 對 我想起來了 馬哈提 馬哈提 請問前任是誰 前任他得前任嗎 他的前任 他的前任 走向前任是誰 納吉 納吉 他還不錯 祝你們相處愉快 東京教順利 謝謝你們